最近宋倩在电影《古剑奇谈之刘月昭明》当中的造型曝光了 她本人也是对这个造型十分的满意 不过演惯了长发飘飘的少女 宋倩倒是很希望有机会能够演一个短发的造型 也算是突破自我了 一身纯白裤装配上飘逸的长发 宋倩的一身打扮既简洁又干练 不管是在影视作品还是生活中 宋倩大多于温婉的造型世人 不过习惯了这样的造型 宋倩倒是很希望能够任性一次 我是一直很希望有机会让我剪短一次 好想去尝试一下 因为我特别小的时候 上小学的时候剪短过一次 就是像小男孩一样 近期宋倩在电影版《古剑奇谈》中的造型曝光 利落了马尾配上长枪造型 打女风范十足 而聊起和王力宏的合作 同时歌手出身两人还真有不少话题 听到大家力宏歌人特别好 拍戏现场大家都会聊戏 然后聊一些什么 或者在现场开个玩笑 音乐也会有一点 希望能跟他合作吧 电影版《古剑奇谈》 一遇近期杀青 曾去年的换成《我的新野蛮女友》 到接下来就要开播的 由他和黄晓明主演的电视剧《上古情歌》 可以说过去的一年 是宋倩发力的一年 工作没有不累的我觉得 对 怎么样去缓解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所以说拍戏的时候 我还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工作上忙得不可开交 宋倩坦言平时也会给自己忙里偷闲放放假 也有想过放飞下内心的文艺气息 不愿意去开个面包店 开个咖啡店